佛光照大地 法西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宇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其实首先带您关心国际佛光会 世界总会秘书长绝培法师 还有东南亚副秘书长绝成法师 日前是攜手马来西亚佛光人 前往印尼的中爪哇 来进行三天两夜的考察 一行人深入当地的佛教村 和村民展开交流 印尼民众双手和石 唱诵佛号展现前程 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秘书长绝培法师 东南亚副秘书长绝成法师一行人 来到中爪哇偏乡的佛教村参访 我今天有见证到 在中爪哇有一群佛教徒 让我非常的感动 谢谢你们让我有机会来到这里 感动印语言表 因为整个印尼只有1%人口信奉佛教 却有这样一个村落 世世代代信仰佛教 日夜夜浅诚礼佛 用当地语言高唱三宝颂 各位都是农夫 你们种田努力的种 就有好的收成 我们好好培养他们 将来可能就是我们佛教 印尼佛教 全世界佛教很重要的领袖 绝成法师鼓励村民 好好培养佛教的未来与希望 台下小朋友 明天举手说未来想要出家 三天两夜印尼行 让佛光人留下满满感动 也开始思考可以为这些村民做什么 让佛教在这里持续代代相传 因为是印尼 总和报道 举手说未来想要出家 三天两夜印尼行 让佛光人留下满满感动 也开始思考可以为这些村民做什么 让佛教在这里持续代代相传 另外一位是印尼 总和报道